欢迎收看股市战国车 我是吴雷光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 尤其是我的一个节目测标 非常的写得很清楚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各位 各位现在看的是1月25号的节目 我的测标上面写的 美股看回答 台股看台积 各位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写 任何一个国家 在他们的股市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主角 而那个主角呢 并不一定会是永恒的 但是一定是属于当下的 那如果他是属于一个当下的主角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资金 还有进出的筹码 都会以他为做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多寡的动作 而这个多寡的动作呢 当然指数就会代表涨跟跌 就会代表涨跟跌 美股昨天是涨的 美股昨天是涨的 那台股今天为什么是跌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美股好了 我们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昨天的美股呢 各位 这个地方道琼他又创下了新高 道琼又创下了新高 来到38497 对不对 这个地方来到了新高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让他来到了新高呢 各位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了这个是挥打NVIDIA 这个是1月30号 他的K线 1月30号 所以昨天的NVIDIA 他也是创新高 他也是创新高 那他是什么时候涨上来的呢 他是今年1月3号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一路上来的 一路上来的 所以各位 昨天的挥打创下了新高 所以相对的道琼 他也创下了新高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的是 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或许你会问我说 老师我们做的是股票 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股票一定是在一个环境里 那在这环境里面呢 假设你的股票是属于趋势题材 而正好这一些的主角 也是现在的趋势题材 那他跟他一定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就算今天你手上的个股 假设是涨的 但是这个涨的目的的后面 会不会有拉高 出货的一个动机 那如果有这个动机 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在 第一时间先把它做个 出场的获利了结动作 如果是的话 这个会在你在股市里面操作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各位看到了每股看亏打 我们看台积电 我们看台积电 各位 这是今天的台积电 1月31号 最高637 最高637 那这里有一个跳空 这里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8块钱 8块钱 怎么说呢 昨天台积电收盘是642 642 然后今天的开盘呢 今天开盘是634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8块钱 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呢 然后最低现在来到了627 627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子一个黑黑状态 那台积台股看台积 既然台积是收黑 那我们看台股 台股是不是也这样子一路下来 再也没有比这个开盘的高点来高的吧 就这样一路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环境你如果能够先掌握得住 我相信你后面的产业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只要没那么贪心啊 只要没那么贪心 我相信你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所以今天呢 我也做了一些处理的动作 但是现在有两个重点 哪两个重点呢 第一个 我的测表写的 可以报股过年吗 报股过年好吗 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如果你跟我说老师我这个套很久了 不报也不行了 那我希望你呢 明年以后就不要有这样子一个重新又重复犯错的一个动作 希望你明年以后呢就财运亨通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能不能够报股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请问1月2号到今天1月31号 2024年1月底今天再见 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那这个月你又赚了多少钱 你又赚了多少钱 这个才是重点 每一个月你一定要 一定要计算一下 你不能说啊 我的手上股票都是套着 去年套到现在都还没解套 这样子做股票有点太累了吧 如果每年多这个样子的话 买股票等解套 买股票等解套 很累 这样子也是不OK的 所以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一路跟大家讲 讲什么 这个月这个月我讲的最久的股票 当然除了股王3661四星KY以外 还有就是望虹 骑虹 那这三档个股呢 我相信呢在这个月的表现 应该是可圈可点的 除了我做以外 我也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 各位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在一月初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地方拉回是买点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拉回是买点这五个字 说起来很轻松 但是做起来很难 因为呢 如果这一档个股 这个 这个主角 这个主角是有目的性的 要拉抬上去 那他一定会有一些 中继站的一个买点 而这个买点一定是做 一定是拉回 他会再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所以不管他的位阶 不管他的筹码资金的运用 几乎的平均值都很平均 那你如果要去做 计算到这样这么一个精细 可能不太容易 因为很可能 今天以前你对他就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你就很难去掌握 这一些的妹妹嘎嘎 但是我掌握到 我也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我们看这里我报告的 对不对各位 这个地方是拉回是买点 实际上这个拉回 跟另外一个地方的拉回 他们是有一个相对称的对应 那什么是相对称的对应 或许这样子你还看不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好 刚刚各位看到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拉回是买点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相对应 我们镜头可以近一点 谢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根K线 两根K线的 这个的股价 跟这个的股价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个地方 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249 1月10号 跟各位报告 249 1月12号 跟各位报告 249 各位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买点吗 有看到买点吗 或许你没有看到 或许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各位 我又把这一张跟各位讲 各位看的是最近的这两个 对不对 但是看看它前面 看看它前面 再看看这里 再看看这里 从这个的起涨点 一路上来 都是这样的 作业的买点 其实我是不应该 了解吗 所以说 如果说 你相信我 因为你们听到 我在电话里面 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大家的每一句话 都是说 雷光老师 真的是那个样子的吗 你们有在开玩笑吧 哪会这么简单呢 各位 越简单的事情 各位越不相信 这是人性 这是人性 一定要弄得很复杂 才觉得说 这样子比较刺激一点 各位 其实在股市里面的买点 跟卖点 没有那么刺激 只要有魄力跟勇气 就可以了 好 再看这里 最后的买点在哪里 最后的买点在1月26号 我又画了两根 好 我们看电脑 各位 1月26号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忘记拉回就是买点 而且要根据他的习惯去买 如果你们是我的粉丝 你们一定会记得这么一句话 各位 1月26号 257 那1月25号呢 1月25号也是257 这是第四次了 相信吗 那如果说 1月份 1月初我就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各位 看一下你能赚多少钱 看一下你能赚多少钱 从1月5号开始跟各位做报告动作 好 这个地方的相对称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这是第四次 各位 这个地方是224 算225好了 但是 今天最高来到282 225 282 后面两位数相反 那你看这档个股 你能赚多少钱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每一个拉回买点 我都跟各位报告 每一个拉回是买点 我都跟各位讲 我都跟各位讲 要看懂 要看懂 我没有在开玩笑 对不对 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我还画给各位看了 画给各位看 各位 我把这样子画出来 给各位还不相信吗 对不对 所以这次的1月26号 在这里 请问 1月26号进场 有没有错 有没有错 我这样子讲可以接受吗 所以1月26号 1月26号我在节目上 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因为我也把之前 他的那样的一个习惯 跟各位报告了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1月26号到现在 现在的旺席 我相信了各位 那一天257 收盘260 开盘也不够261.5 127的开盘 129的开盘也不够261.5 这是礼拜一 那这个时候 来到了282 这个地方 你也赚了多少钱 你也赚了有20元 你也赚了20元 就短短这几天而已 一张就2万 那或许你会说 老师那个2万 我没有看上眼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也不晓得 再怎么说了 但是每一个对的动作 假设你都可以掌握住的话 我相信呢 月底结算 你绝对是赢家 月底结算 你绝对是赢家 好 其红这档个股 我也跟各位报告 非常非常久了 在1月份的时候 那在1月份的时候 尤其是在1月2号 我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AIPC最重要的三个产业 第一个 除了晶片不算以外 晶片不算以外 第一个传输 高速传输 第二个呢 PC与Server 第三个散热 那高速传输呢 我也跟各位讲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它也创下了新高 之前也创下了新高 1月2号在哪里 1月2号在这里 1740元 对不对 那散热呢 我就一直跟各位讲 你就是看3017 就是看3017 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高的股价 都已经400多 500多 700多了 那这个时候 300左右的 3017 起红 是不是 它也会跟随 后面散热的发展 那它跟着后面的 发展的话 那这个时候 它的股价是不是也会拉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3017 各位 1月5号 在这个地方 318 隔天呢 来到300元 隔天来到300元 就从1月8号 隔天的300元 一路涨上去 一路涨上去 涨到多少呢 429.5 429.5 这个地方涨了多少钱 这个地方涨了129块 涨了129块 所以各位 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今天的 1月31号的 这个地方获利出场 在获利出场之前呢 我发了一个讯息 给我的会员 我发了一个讯息 在上面 9点钟 今天会获利出场 齐鸿的机会 等我讯息 等我讯息 好 这个是9点哦 各位 再看回来 再看回来 齐鸿 这个地方 就获利出场 就获利出场 然后它就一路下杀 一路下杀 一路下杀 但是它下杀到 某一个低点的时候 它有在做一个 拉回的动作 我们看这里 它有在做一个 拉回的动作 将近也拉回到427 就不方便说了 好 各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这一个月 不管怎么样 你相信我 齐鸿 相信我 旺系 从这样子的一个高点 这样子的一个高点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高点 其实 都足够你 这个月的获利了 都足够了 那其他的小菜一叠 那我把主力 我把资金 大部分都发生在 比较活泼的趋势题材 比较活泼的趋势题材 那或许你会说 雷光老师 那些股价都太高了 假设你能够买一张 股价都不算高 股价都不算高 要记得 假设你可以买一张 这些股价都不算高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各位 现在还有一种股票 叫做零股 如果你相信我 零股的获利 也是一样相当的 也是一样相当的 它也不会比较少 不会 它不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9点我先告诉我的会员 今天先做一个 齐鸿的出场动作 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然后呢 6223旺系 1月26号第四度再买进 今天又创下了新高 又创下了新高 一档股票让你又翻身又获利 为什么我会写又翻身又获利 因为加入的会员 手上有一些股票 都是高价股 五六百块的高价股 我就跟他们讲 换档吧 换一档到三百块左右的 三百块出头的 那这个地方呢 等于你一张可以换两张 或者一张可以换一张半 那这个时候你的亏损自然就减半 也会打折 对不对 因为你一张可以换两张 也可以换到一张半 那这个时候要涨上来的时候呢 涨上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的亏损 打折的那个部分 去做一个填平的动作 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在这地方换档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要有一个 智慧型的换档 不是说今天我把卖掉 资金出来又随便买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来讲 很多投资人都问我说 联光老师 到底2024年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 报股过年的动作 在这个地方我也跟各位报告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有一些真的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先讲可以的 第一个你是趋势题材的 第二个这个趋势题材 仍然的位阶 还是处于强势之中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以现在的指数来讲 会不会说拉回的动作 就像我上次讲的 这个时候你的位阶 你要买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而且是还没有开始涨的产业 那或许你会问我说 老师 什么产业还没有开始涨 我们先进广告 下半段再跟各位报告 什么产业还没有开始涨 哪些产业可以报股过年 我们进广告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到底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一一做一个厘清的动作 第一个 不要说老师我现在的股票是被套牢的 所以我不报也不行 如果说你的股票 它明年以后是有潜力的 我不是说它各股公司有潜力 各股公司有潜力 这个太牵强了 我们也要去读读看 它到底会不会发挥 如果它不发挥呢 对不对 它跟大盘背离呢 继续背离呢 所以这个我就不太建议了 但是假设它是一个趋势题材 各位这个是可以的 待会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动作 那第二种呢 就是现在这档个股在趋势题材里面 它的位阶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各位那这个是绝对可以的 绝对可以的 如果你不晓得这些 老师我不晓得我的是不是趋势题材 我不晓得我的位阶够不够低 没有关系 你加赖上来把你的股票给我 我会帮你做一个正确答案 再去做一个回复的动作 让你提前知道 你手上的股票哪一些可以报股 哪一些不应该报股 那不应该报股的是不是我要把它卖掉 转换到我可以报股 各位这样的操作也是对的喔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资金集中 你可以档数减少 在你的管理时间里面 你有充分发挥 我们来看这一档股票各位 昨天才跟各位报告 尾创这档 报告什么呢 它又来到120了 跟之前的120一样 对不对 那之前的120为什么会被拉回来 我也跟各位报告了 我也跟各位报告 因为前面有一个缺口 前面有一个缺口 它的下引线的末端是120亿元 在哪里呢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去年8月24号 最低是120亿元 那为什么会在这一根呢 因为这一根呢 被套住的人是最多的 被套住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说今天我如果要突破120亿元 122、123 我每突破一块钱 我都要花一笔资金 尾创这档个股的 尾买尾卖量 都是好几百张上千张的 我这样讲各位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地方 要准备很多的资金 那第二个 我要不要这么快 让这些人被打救 被解套 我相信呢 他们也会去做一个衡量的动作 他们也会做一个衡量的动作 但是各位可以宽心的是什么 现在的AIPC 没有减退这种的缝烧 反而可以看得到 NVIDIA回答 它还继续在涨 继续在涨 所以跟它有关系的 跟它有关系的概念股 都会 都会做一个受贿的动作 只是这些受贿的动作 就算你是操盘手 你也会去想 我什么时候要开始执行 这个被受贿的动作 对不对 那当然是资金准备好啊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这档个股呢 两次的120元都被拉回来 证明我说的这个120元 这一个缺口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各位 现在如果要报股过年 现在各位如果要报股过年 如果你不晓得 你的股票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加LINE留言上来 问我 我会告诉你 什么可以报 什么不能报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